在七八十年代香港影视圈的舞蹈明星数不胜数 可世界界美冠军出身的却仅此一位 他是除了李小龙和成龙之外 第三位在海外拥有超高影响力的华人功夫明星 还有着东方野兽之称 然而为何在海外备受关注的他 内地却显为人知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大力士杨思的传奇人生 杨思自小就对武术有着很大的兴趣 十岁时父母给他报了武术班 跟随功夫大师学习各派武功 他最喜欢的是太极和永春 在这个过程中杨思还对健美产生了极大的热爱 他将武术性恋与健美相结合 逐渐养成了极为壮硕的体格 18岁时杨思凭借自身优势顺利踏入健美圈 首次参加健美比赛就顺利获得第一名 在这之后更是十年蝉联香港健美冠军 在那段时间里杨思不断增长体格 他健美冠军的身份也极受人尊重 杨思也因此得到了张车的赏识 加入邵氏公司 这次成为一名武打明星 因为面貌凶恶 肌肉强健 他饰演的都是反派角色 身后的无数功底 让杨思在大营墨上如鱼得水 夸张的胸部肌肉 以及发达的公二头肌 可以说是他成功的秘诀 但被人们称为东方野兽的杨思 最出名的并不是他的健美资历与身材 而是他极其经典的电影角色 那就是龙争虎斗与血点中的无数高手 1973年李小龙邀请杨思 参演自己的成名作《龙争虎斗》 该片作为李小龙进军国际的重要作品 称得上香港有史以来最好的武侠片之一 杨思在电影里的戏份虽然不多 但他的表现却极为出色 他饰演的布露 在先生的要求下撕碎了四名警卫 他打败对手的方法各不相同 但不限于用脚踩碎胸腔 捕手扭断敌人脖子 那咬牙切齿横眉冷对的模样 让围观者全都后背发凉 要说杨思能参演李小龙的电影 还要追溯到1970年 彼时两人都在为温斯顿香烟拍摄商业广告 杨思作为香港先生有一定的名气 所以李小龙很早就认识他 由于志同道合 两人很快变成为朋友 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功夫 李小龙还给杨思传授了许多实用的武术技巧 在他的细心教导下 杨思的功夫比之前更胜一筹 武打动作也变得更加凌厉快速 经过李小龙的帮助 杨思将自己健硕的肌肉与武术完美结合 在做武打动作时 不会因体型较大而显得笨拙 可以说李小龙不仅是杨思的好友 更是他的恩师 直到现在杨思仍旧保留着李小龙的杠铃 因出演电影《龙争胡斗》 杨思一举成为香港电影圈的知名反派 他一次又一次的被塑造成邪恶的肌肉狂徒 在打败对手之后 还会表演一段著名的胸肌舞 而这胸肌舞便是出自上歌云顿主演的《雪典》 这部电影甚至为他打开了好莱坞市场的大门 在《雪典》中 他饰演标志性反派角色唐力 战斗力十足 在影片最后 他与主角上歌云顿对打的片段更是经典之极 圈圈倒肉的画面让观众看得十分过瘾 战斗力十足 虽说上歌云顿为主角 但谁能想到 在拍摄这段打戏时 现场的所有观众全都在高喊杨思的名字 最后《雪典》上映后大获成功 两人最后的一场较量 更是被众人誉为最令人难忘的战斗场面之一 因合作默契 上歌云顿与杨思两人又共同拍摄了《双重冲击》 电影《威龙》等作品 每部都成绩不菲 可以说这两人在电影上的化学反应非常成功 之后美国电影界进行了一次华人功夫打新的评选 在美国民众的投票下 杨思成了除林小龙、成龙之外 华人武打明星的第三个代表人物 这足以看出杨思在国外的人气之高 当然除此之外 杨思作为武打片的必备反派 与众多功夫明星均有过合作 在70至90年代 杨思共出演了近百部港片 另外他还自导自演了《文打》、《白马黑漆》两部电影 但都反响平平 如今杨思早已年过期时 很少在参演电影 可他对杰美的热爱从未减少 依然坚持定期锻炼 练习太极拳和举重 他可以单手弯举80磅的哑铃 引拉超过700磅 更恐怖的是 他的深蹲重量高达440公斤 我想不管未来如何 都不会有人怀疑杨思对武打片的贡献 他是一个传奇 是电影里的东方野兽 是为数不多在格斗艺术中 强调柔韧性与防御病师的武术家之一 希望有机会还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